王本榮 此季大學校長 以宇宙的宏观角度到物理量子间的围观视角 探讨台湾在宇宙 时间 空间 历史间的定位 它的人文关怀流露于字里行间 展现出对生命的省思 对社会的关怀 王志宏 此季人文志业平面总监 继经典杂志总编辑 曾获经典奖 杂志类最佳贡献奖 他认为阅读是让自我成长的关键要素 让我们聆听上穷必落 下凡尘 透过阅读的角度 穿梭在时间与空间的相读 看见台湾更多美好的可能 首先就来邀请我们今天两位的主讲者 我们就不多花时间 我们以热烈掌声 首先邀请我们的最佳男主角 我们的王粉荣校长 还有我们的王志宏总编辑 也是我们的慈激人文志业中心的平面媒体的总监 对 其实这一旁的我们的总编 我都称呼他总编 虽然他升官了 他现在是平面媒体的总监了 他同样还是经典杂志的总编辑 我真的也很赞叹他 因为他难得有像他这样 真的是上山下海 也跟天地人间有很多的结合 那这么多年来 然后他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经验 然后把它在经典杂志做很多的分享 让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跟他一样 走到世界那么多的地方 可是透过经典杂志 能够让我们去关爱这个地球这个社会 是不是请那个总编也来跟我们聊一聊 有关天地人间体悟的心境 实际上我从还没想象中 我会在办一个杂志办了二十年 而且大概当了全中华民国最久的总编辑了 但实际上这一块地方 我们在前一阵子在跟同事们谈 经典明年是二十年 我们要将它的一个主题定为什么 那我们同时就讲说 荣耀跟感恩跟肯定 我想想这个都没意义 我觉得最有趣的两个字 我会把它取出来 叫壮游 这个壮游从那个杜甫的壮游 或是来到了西方的Grand Tour 就是大旅行的概念 来谈经典这二十年 如何陪伴着我们的读者 做过去的一场壮游 现在的壮游跟未来的壮游 那这样的概念 实际上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点 因为过去如果从台湾这块土地来的时候 大部分我们在座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先祖都是来台湾几百年以上的 但是从福建这块地过来的 基本上是大部分都是以白丁为主 目不是丁 所以台湾这一块的一个思维 除了他们刚开始第一批人要过来的时候 有一种冒险患难的血液 这个血液就是应该大部分存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所以要过黑水沟 那个是要用生命来博的 要渡过黑水沟 十个人去 三个人葬身 七个人没有不知下落 过去的我们那个客家名牙里面都有描述 但是来到这个台湾之后 藉由大部分都是不适智的 还是开创出一个美丽的宝岛 所以这个思维里面 到近代来讲的时候有些变化 因为在各个不同的殖民者 统治者在这个岛屿上 给了他这个很多的不同的 一个命运上的一个雕塑 但是我总觉得 我们自己台湾的血液上 应该有一股冒险跟泛滥的精神 但是本来 这个小岛上都是被海包围着 但是过去的更早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 叫做南岛雨竹 他们开始 四千年前开始用着一夜偏抽到处冒险航海 他们所占的位置变成全世界最大的 那就是南岛雨竹 但相对的加上了一个汉文化的民族进来之后 我们在最近 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 竟然奔为说 海不可以去的 那边有水鬼等等 那所以本一个外放式的一个思维 变成内宁式一个思维 那内宁式的思维就会变成 这个岛就会变成怎样 我们会变成井底之蛙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过去的在我成长的阶段上 我觉得同学们或是我的学长们 他们早期的台湾人 在创造台湾岛的财富的时候 是拿着一个007手提箱 钱只够买一张单程票 跑去外面接订单 那没接到订单就回不来 那样的精神 在这个阶段上我们不见得看得到 那所以如何能将一个媒体 代表大家有一个往外看的一个思维 让大家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不是只有在 在什么样子呢 在怎么样赚钱上面下功夫 我们应该是放得更多的 把它底层挖得更厚 让我们未来的子孙 也有机会更多的在这块岛屿上生存 而且跟全世界的人来互动 那这样的概念上 你就必须带领大家去看很多的事情 但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是 台湾过去的七八十年来 媒体这一块 基本上都是执政党御用的工具 所以我们的很多的媒体从业人员 都不晓得它的角度是哪里 所以这么20年来 就跟着经典杂志的队伍 我们一块一块来 创造出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思维 从过去 现在跟未来 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时间在历史上面 因为我们相信 如果你人没有看到你的过去 不了解自己的过去 你就没有法预见未来 这是一个 欧尼尔很出名的小说家的一个预言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角度上 然后我们带着探索 发现人文关怀 在20年上我们努力的在执着 在充实 所以经典杂志的一个思维 就会代表着 期望着代表 正言上能给人文字业的一个角度 为时代做见证 为人类写历史 它同时间也帮我们的史观 跟台湾政界的观念可以带得出来 我想这也是我们这段时间尝试要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它 我们表现出不同的一个角度 表现出不同的高度 这是我一直觉得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谢谢 谢谢我们给总编热烈掌声 台湾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也想请总编来跟我们谈一谈聊一聊 因为总编也是非常爱台湾的 真的 其实从他的我们经典的书系当中 其实有好几本专书 其实也都一直在分享台湾的美好 我们请总编也来跟我们分享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美好 你最印象深刻的 想要让大家知道 在50年出生了 当时我们最大的志愿 就是来来来 另一个很好的大学 然后考一个很好的出国考 到美国出去 然后去当一个美国人 这就是最光重要主 所以我会觉得 当时我会觉得 这个角度怎么很奇怪 我们自己找 这个岛屿上用最大的能力 把一个人送去当外国人 那大家觉得 社会还要一直帮他拍手 所以我就觉得 然后有一次 我一直觉得这个思维是不对的 所以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不愿意做这一条路 反而我尝试着想另外一个角度 但是有一次 蛮有趣的 就是我们过去词季 在像政大这边开课 那开这些课的时候 有一次我一上台去跟人家分享 我说过去的我们很多的 很多的角度上是因为 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思考 那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思考 所以你可能认为说 你必须有个三个 要有个什么房子 有个金子 有个儿子 然后等到你回来 你都搞不清你要做什么 那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有一个师兄是当时 政大那个 词季那个人文课的一个对付 他举手来跟我讲 说对 我就是照你这样所谓的 这样子的人从小 大学念得不错到美国 然后在美国政府工作 回来退休回来 那回顾他一生 他觉得他在做什么 他觉得他缺了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elements 那所以实际上是 用这样的角度来思维的时候 你就想到说 我们在这一代里面 我们碰到的太多的事情 那反而碰到的 太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 那我们扮演的角色 在这样子 他碰到很多事情之间 我们要帮什么 让这块地方 可以当成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中流砥柱 用这样的角度来思维 我们能把什么样的观念 放到这个土地上面 我怎么样能看出 这块土地上 所缺维的很多的要素 这是我们在追求 快速的成长之间 在我们的不够自由民主上面 我们有一些机灵 我们树长得很奇怪 但是当我们天井一放开 前置一放开之后 这一块不太稳固的树 我们怎么让它成长 让它很solid 让它扎根扎得很好 那我觉得 在这么多的考虑里面 我都觉得实际上 媒体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这个媒体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之间 你怎么样用你的团队的力量 来帮这个地方加一些 就是找一些知识的杀石 去把它灌注下去 这就是变成 我觉得是我这辈子 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个幸好 有这个持续基因会 它能用很大的角度上来 让我们可以在这边发展 让我们开始把很多的思维放进来 我们去做玄奘法师的历史 很多中国人认为说 他不过是一个和尚而已 但是我们会看到他 他不是只是一个和尚 你要想着 他是全世界最出名的一个什么 探险家 他也是一个宗教家 他是一个什么 语言学家 他还是一个什么 他还是一个最厉害的一个留学生 我们谈一下好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们只看到过去觉得 他是一个西游记时代的唐山藏 但是你想到 全世界有哪一个留学生 去到这个国家去留学 留学到一半 那个校长说 你留下来 我把校长位置让给你 玄奘法师就是 他当时去了那个拉兰陀大学 那是全世界佛教的最高的殿堂 他去了几年 那个界限大师说 你不要回中国了 不要回唐朝了 你就在这边 你来接我这个的主持 没有 只有这一个 这个玄奘法师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过去的很多的历史上的人物的描绘 或是事件的描绘 如果你用新的角度 给他赋予新的精神 那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一个变成时代的典范 所以我们做的正和下西藏 也是这样的概念 那所以我们回过来做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地理 地理上面 我让我们所有的同事 去找台湾重要河川的发源地 那刚开始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那我之前已经在青藏高原 找了几条重要的河川 但是我觉得 后来觉得更重要 是找台湾的河川的发源地 我们觉得说 过去我们一直学的叫 饮水思源 就我们去思长江的源 思黄河的源 我们从来不会去思 浊水溪的源头在哪里 淡水河的源头在哪里 那这就表示 过去我们这个所学的 跟我们可以所用的 我们中间过了 有了很大的一个gap 很大的鸿沟 所以为什么大家 以前念那么多东西 等到出了之后 要想去把它忘掉 因为发现没有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我们发现从教育上面 跟重要台湾的美感经验上面 我觉得天哪 这个是做不完的题目 做不完的功课 我们要分享给大家 希望这样子大家可以对 更了解 你只有在这个土地上 投注更多的关注的时候 你跟它的根才会连得牢 你是会希望这个土地更好 你才希望说 帮你的下一代子孙 建立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家园 所以这样的思维点 也就是经典杂志 在慈契基金会的避孕下面 我们这么多年来做的 但是你说我们没有 争扁时事吗 有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角度 我们回过头来看 校长这本书 它没有争扁时事吗 有 但是它用了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我想就是 慈契基金会所能代表出来的 如果我们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知识分子 我们是要对这个社会 有我们的一个见解 但是由我们引述的经验 引述的条理来告诉大家 我们这样做有所本 有所依 那这样才不是一个口水 才不是一个谩骂 这是反而是一种 另一种方面的一个实证跟隐证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 校长这本书我是非常的高兴 因为总是要需要像这么高层 人士可以写一个对实际上面 有一些看法 有一些想法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我们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 我想谢谢 谢谢金儿的提问 谢谢 校长一直在提到说 科学其实跟佛法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来看到宇宙的形成 其实它没有冲突 天地 人间 各方面 我们其实都在这个宇宙之间 是不是校长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说不管是用科学的方式 或者用佛法的观点 其实它没有冲突 可是也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人类在这个宇宙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请我们的校长 宇宙的窜身其实就是一个 时间跟空间的同时的一个开展 其实也是一个无中生有 所谓的能量物质化中的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想我第三集里面谈的是一个科学与宗教的对话 因为我们其实可以从一个宏观的相对论 也可以从一个微观的量子论 来印证我们非空之空就是真空 非有之有就是妙有 真空妙有的一个宗教的一个智慧 那也能够深刻体认我们今年持续的slogan 利米深入夜 毫米有乾坤 也可以体认到说 西空深色向 微尘见法界 那其实这个宇宙 其实它是一个 包括时间空间 包括能量跟物质 甚至生命跟意识的一个总和体 那宇宙能够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能够慢慢地演化一种 其实你无法测量 也无法分析的一种价值 一种心智 一种高等的一个智慧 那也唯有我们这样的人类 我们才能够去认识自己 来开创我们生命的意义 我们也认识宇宙 来互移宇宙的一个意义 我们人类其实大脑 它就有演化出 非常有咳嗽性 有串化性 而且它已经开展出 能够发展出 我们的语言跟读学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可以说是 大量地演化我们的串心 那也可以快速地来累积 我们的经验跟知识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 在这几百万年就可以 甚至智能只有不到二十万人 就可以串心无名 然后来快速我们的累积 我们的一个在人类的一个 在成为一个万物之灵的一个能量 但是现在万物之灵的人类 其实也碰到 其实可以说是相对很多很多的挑战 其实我们现在所造成的问题 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所以假如说我们的智慧 没有办法来管控 我们的聪明 以及我们的贪婪 我们的理性 没有办法来管控 我们的情绪 跟我们的意外 其实我们人类的前景 非常非常的不乐观 所以我想在这一部分的话 我想人类刚才也提到 我们必须要进化为更严满的一个生命 那我们难得在宇宙上 能够通过天者的考验 我想我们这个地球 已经没有办法支撑 我们这两百年来 我们人类不断推动 不断的一个追求 我们大量的生产 大量的消费 大量的一个废弃的一个经济的模式 所以我想就必须要我们 能够让我们更有智慧 更有理性 我常常讲我们人类 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动物 我们只是一个善于合理化的动物而已 大家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能够来掩饰自己的一个罪行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的话 也是大家要共同来决心 其实我们人类其实所面临的危机 我们才有度过 我们能够下一代来打造 我们在地球上 在台湾上有更好的一个 一个人间跟生活 但是你追根究底 我们所有的细胞的细胞核的基因里面 都潜藏了我们生物演化的 一切细节跟记忆 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老化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难得的人生 那现在我想请总编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看了这本书 你有什么话想问校长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一直觉得 因为现在很多的书 这些事情很多的人 很忙的人 那个书很多都不是他写的 是背后一个叫做Ghost Rider写的 就是那个Ghost 就是那个看不见的一个人在写的 就是请人写的 包括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书都是如此 但是校长的书是自己写的 这个我是在想 第一个 他现在还有在做门诊 那第二个他要 他医疗专业之外 他要主持一个大学 这个大学里面不是只有 他的一个科学方面的系而已 还有包括人文系 还有一大堆的系 他每天要跟这些教授们 跟学生们在那边打仗 那还要有一些宗教上的事情要去 然后所有的医学会要参加 那他哪有时间写这个东西 我一直很纳闷 他又哪有时间写这个东西 那写的还 放了很多的密码在里面 都是8 你看到没有 所以他就放了很多像打文系密码 放在里面 那些事情只有 他有人读出来之后 他都很高兴 你总是看到我的那个 但是这样的角度里面 就会发现说 他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问 等一下我要问到校长说 你什么时间来写这个东西 那写的一个思维的逻辑 你怎么要拼牌 你是先有的一个架构出来之后呢 还是写了之后再顺其自然 但传到桥头自然之 这种写的有两种脉络 所以你要告诉我 何时写 那为何而写 我麻烦你来跟我 跟我当成一个编者来示意好吗 感恩 谢谢 我们请校长 示意 我想写这本书正好花了十个月 这样像怀胎一样 你生完孩子 你已经花誓以后不要再生了 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写书 真的是一个很不理性的行为 但是事实上 写了这本书其实莫名其妙地写 莫名其妙地完成 当然虽然说妙不可言 事实上很多宇宙的道理都不是用原传的 但是会完成这一本书 其实我个人也是在一个非常拼拼错错出来的 因为几乎没有时间 所以我大概最后在非常短的鞋 可能在火车上 因为实际常常坐火车 每天坐很多次 所以在火车上思维 然后在下车以后就写一点 然后其实写完了以后 在下车要写的时候会忘记我上次写什么 所以还要再看一次 这样十个月才评评做完整这一本书 不过整个看起来结构上是还算蛮完整的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我绝对不是那种 人神共分的天才跟鬼才 假如我直过的聪明 我老早就变坏了 还好我没有那么聪明 所以事实上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对人世间的一个关心 特别我非常感恩在持绩有机会 其实以前只有当医生 面对只是生命 而且面对只是小儿科 面对一些病理的小儿科 但是我能够到教育 面对生理的一些青年人 然后碰到持绩很多的面向 看到持绩很多很多的点 其实也开阔到我自己的胸襟 也开阔我自己的视野 所以我想在这样才能够有机会拼拼做做完成我这样的第三本书 不过我想这本书其实真的是动机很单纯 就希望看到这本书的人 能够更有更快宽阔的胸襟 我们对于台湾 其实每一个人 其实都要一起来承担使命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都是怪别人 因为我们现在本来是打右灯 现在向左转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演化成为自由主义 演化出很多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观点 所以事实上就变成人民拆政府 那这样的话其实会产生整个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混乱 人民完全不互相信任 因为我这两年都在当我们的那个医疗奉献奖的评审 其实我看到台湾各行各业 很多人虽然很多人在乱台湾 但是有很多人在乱台湾 那是英文的乱 RUN的乱 所以其实台湾能够这样的进展 其实各行各业包括我们很多慈忌人 所谓的我们的文身旧谷 或是我们的慈悲祭祀 其实都在支持台湾 所以台湾表面上很乱 其实我们有一个支撑的力量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翻转这个力量 其实我们还是 前途还是会觉得很担心 所以我想在这一部分 在大爱台就是有这样的使命 在这个很乱的社会 我们要所谓的暴争导正 我们是要一个媒体的清流 那校长因为也是小儿科 所以是医生 所以看过也遇到很多的生死 那在书里头有后面很大半的部分 都在讲生死这一块 让校长也延伸地跟大家做分享 其实我们第三集讲的是 本来无一物 这是宇宙的智慧 第四集讲就是一个核赐的尘埃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宇宙中其实没有不死之生 我们生与死其实是相对的 但是是他买一送一的 有生必有死 生者必昧 所以其实我诞生 我存 然后我就死去 我晚生 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定例 其实我们看起来 我们一个人生的过程 好像从生到晚生的过程而已 但是你追根究底 我们所有的细胞的细胞核的基因里面 都潜藏了我们生物演化的 一切细节跟记忆 我们过程我们身体的 我们的基本粒子 活进叫做灵溪层 过程我们的原子 活进叫做围层 它其实都是一个以作串生 后不久的一个产物 以这样的无生的物质 因缘际毁在我们的身上 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 但是我们晚生以后 我们的无生的物质 就应该还之天地 回归到自然去了 所以其实这就说一个 非常自然的一个循环 但是对于我在过程 我生命的无生物质而言 它本身的一个观察来讲 我的生死对它没有任何的意义 而且我晚生以后 也是一排两散的 所以其实我们对生的一个贪念 对死的一个恐惧 其实都是对我自己的执着而已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活进里面 也讲说 我们一切众生 以无生中万见神昧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生死的轮转 所以在第四篇 我写的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起点 终点 生命的一个构成 跟老化的一个构成 所以我们这里很多同样跟我 已经65岁以上的老年家 如何说我们要在 这个晚生的构成中 我常常讲说我们常常思想 我们记忆推化到万柔 是一种无奈 如果说修养进化到万柔 就是一种无价 所以我们如何来保护 我们自己最幸安的一个信仰 这是很重要 其实一般人其实对于 生命的一个体认 都是一时一地 一静的一个所谓的感受 承受或者是享受 所以其实对生命大概都很难有 深刻的体认跟心思 所以这样的人生 其实就只是一个 所谓的支离破碎的拼图 不知所谓也莫知所终 很多人生的时候 好像永远不会死 死掉的时候就又环如没有活过一样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的生命 其实我们是有使命的 我们有使命的话 我们就是必须要去体认 这样的一个人生 我们在人生中间如何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证悟跟努力 让我们这样的一个世间能够因偶的存在更加的美好 而且让我们的人间可以 我们的人类可以勇气地发展 那我因为存在这个世间 得到社会跟指质的成就 而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境界 所以刚才总监提到的三生有幸 我个人也会觉得说三生有幸 其实就是一个尊重生命 这是慈悸的一个理念 专业生活也是慈悸的一个理念 然后超越生死 同样也是慈悸宗教的理念 那唯有这样的三生有幸 才能到我们的人生的终点 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一种云淡风轻 花好夜言的一个生命的意境 所以这第四集全部在写人生 那我们也期待说我们一起 这个人生里面其实包括很多 包括生命的定义意义 生命的一言跟二言 一言二言就包括唯物唯心 它的结对跟相对 它的理性跟感性 它的老化跟进化 它的所谓的起点跟终点 那当然很多是我自己的观点 但是很多也是现在科学的观点 所以其实老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 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开始老化了 并不是到六十岁才变老 所以其实我们在一个人生的过程中 成熟跟所谓的圆满 圆熟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进程 最大的一个使命 所以假如说我们真的是一个宇宙的极品 地球的极品 所以我们真的要好难得的人生 不要辜负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 这是我们大概第四篇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感恩大家 谢谢 感恩校长非常地精彩 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的总编也从年轻 一路到现在还算年轻啦 对 五十几 对 也请他来谈谈人生 校长谈得很重要 就是如果是以佛教的观点来讲 好像感觉上就没有就算了 什么都没有就好 但是他还觉得那个使命上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回过头来来谈说 在你能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那你决定来怎么做 我想这就是一个大灾问 你会晓得 有早期的时候在 你觉得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一直觉得人生是这样子 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这个不做 我可以去做别的 但是等到你到了一个任命的时候 我就只有这件事情可以做 那我这件事情是 我一个人做的 一个人也做不来 要很多人来做 所以乖乖的就要听别人的指责 听别人的 人家耍脾气 你就要照常都要接受下来 整个事情才做得下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从早期你认为什么 四缓则缘的概念 就是你不到一定的年纪 你不会体会到这个道理 但是这样的概念我觉得也是对的 因为年轻人往前做 做得很快 年纪大的人开始在调和 调和顶耐 这是一个某方面的事情 那过去的经验也是如此 到现在都当一个负责人 你就开始叫我下面能做快 我在上面扮演慢的角色就好了 所以每个角色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想回过台来谈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大家有机会在这个 这个早上聚在这边 我想大家都有一定的想法 到底能帮我们这个社会 做一些多少的一个改进 那这样的概念也就是刚刚校长一直在谈 你在你看到好像媒体上 把台湾筹划成这个样子 好像台湾随时都要灭亡了 但是你到各的各个地方就发现 这岛上存在着很多很可爱的人 存在着有很美好的事 那这个很可爱的人跟很美好的事 实际上是一股力量 来自射大家往前走 那我们怎么样子 去找到批评的声音 怎么样好像看到美好的事物 批评的声音 听取他的声音在哪里 改善自己 让这群更多的美好的人 往前继续走 我觉得这个阶段上 我想跟我们相似的队伍 跟大班 我觉得很多人 大家一起在做这件事情 这种表达方法不太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 我发明在台湾 我一直有个名言在跟他讲说 在台湾岛上的人 我们每一天都过得 比我们早期的祖先过得更好 也比我们前辈过得更好 如果我们相信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期待着 我们添加的任何的一个因素 让他我们下一代过得比我们好 这个我想这个是 到目前为止 我想大部分 大部分认识的人 有共同的理念 我用一个很大的观点来回应你 这本诗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只有四个字 四级话而已 其实就是一个为何生人 何生为人 一个何为人生 第四个字是人生为何 这四个字完全一样 组合出来就变成四个一个命题 那校长的书到最后 其实一直讲到那个生命 生命的起点跟终点 现在还没有到终点 现在还在中间 你还有漫长的路 校长 对 那可是要请校长 再跟我们谈谈 你未来有什么期许 或现在你当慈基大学的校长 或者你在这段路程 你还有什么 有很大的希望跟期许 透过今天的分享 透过节目所有的观众 还有在线上 收看我们的那个live直播的 大家跟大家分享好吗 对我们掌声 这本诗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只有四个字 四级话而已 那我想大家 因为大家人生的一个背景 跟人生的一个看法 其实有很大的奇异 那这四个字 跟四个字组成的四级话 其实就是一个为何生人 何生为人 一个何为人生 第四个是人生为何 这四个字完全一样 组合出来就变成四个一个命题 所有的字就只有写这句话 四个字四句话而已 那我想人生是很难去预测的 其实我会走到这里 其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像总监能够从 能够变成Microsoft 能够从锐气变成眼 其实也不是他人生所能够意料的 所以其实人生有不同的因缘跟那个 现在很难知道我的人生是什么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 无论是宗教和我们的主持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不是在号召更多的追随者 而是培养更多的领导者 让我们的 无论是我的大学 或者是我们的宗教的团体 才能够永续的发展 所以我现在最重要的是培养 能够所谓的我们的领导者 我们下一代的领导者 让他能够来承接上 承接学校 使学校变得更好 那我个人就非常非常 跟总监的心理的厌烦一样 希望成为志工 那这个志工叫包括慈继的志工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小儿生 曾经一个医师 我以前其实也帮很多 发展持环障碍的协会做很多的事 但是跟他们的承诺 也没有还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其实我非常很期待说 当我们的接班人成所以后 那事实上比我们一个优秀 更有国际观 它能够让我们的教育 或者是医疗可以永续的发展 那我个人非常期待成为一个志工 那这个是一个慈继的志工 那也是一个社会的志工 那可以云淡风轻 滑好夜言的时候 是我非常忠心的期盼 那总编也来提议谈谈 虽然五十 对 还有漫长的路 但是你未来的人生 我们既然 实际上是对 刚好的角色不一样 校长本身从个人的医病 到学校的校长 那我刚好都一直在媒体业 那我一直都觉得 我这辈子绝对不会踏入电视业 因为这个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那谁也晓得我也变成莫名其妙 就走到哪里会被认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很伤脑筋的 前一阵子我在开玩笑跟他讲说 我有一次上到那个河湾上的武岭 在那边去买几颗 那个什么那边常有的苹果 还被说你是不是那个谁 那个那个那个谁 那我都想说奇怪 为什么 某方面证明说有点小确幸是 这个节目有人看 经典.tv有人看 那另外一个还讲说 另外角度说 台湾真的是很不错的地方 连在武岭上面 路旁在卖水果的人 都会看经典.tv 所以我就会常常会往好处 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当然后来你会觉得说 很多东西就是因缘不晓得怎么走 后来我只能勉励我的同事 一起来被我来上到那个经典.tv 同事来讲说 你既然已经花这么多时间 来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电视看的人 不会比我们杂志的人少 你就把另外一批人宣扬那个理念 结果每次这样号召 大家都乖乖的会上来 那上来角度上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 确定一件事情是好的时候 那我们从事这个媒体的本业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去有一个氛围说 资本就资本 电视就电视 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说 搞不好 我们既然把传达 我们的目的是帮知识 建到一条桥 建无数的桥 让人家可以轻松从这个桥走过 到彼岸 取得一个知识 取得一个果实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来做所有不同形式的桥 那这段时间 在做这个概念的时候发现 它确实有它的一个好处 我曾经在帮经典 我们在做一个有趣的一个 在台湾这边的公共设置有多麻烦 我就叫同事从那个捷运站 从我们的淡水捷运站 走过来 这个短短的大概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有多少的障碍 那最早的人行道 载到只剩三十公分而已 那个大概在四年前 结果经典 我把它用在编译上写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现在马上改进了 从捷运到大海这边来 那个人行步道上是变得很大 那同样这个概念上就告诉大家 以前各个单位各行歧视 但是我们把它引领出来的时候 小环境上可以改变 在大环境上也可以改变 所以在这个的 真正的议题上的一个操作 在过去经典杂志 老师在得很多奖 这几年我们得奖能力降低了 并不是表示 我某方面这个角度上不是说 我们能力降低了 而是很多的媒体意识到 他们需要花一些成本 花一些能力 在不同地方做出对台湾 可以有更多感谢建源的方式 所以我很高兴扮演 第一个跳下水的人 接下来扮演把人推下这个苦海的人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 藉由这样的角度里面 这个台湾的一个可硕性 跟台湾的大家看事情的概念 从飞和家园的建立 从一个永续的概念 已经大家都侃侃和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在过去 一直觉得可以做的事情 我在今年验证了20年觉得可以做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 有关这样子的角度上 应该会继续做下去 某方面来讲那是我唯一会做的事情了 所以也是跟亲儿报告完毕 谢谢总编 我们热烈掌声 他果然有很认真读了校长的书 上重必落下凡尘 走到人间了 对 从天地到人间 等一下要请校长他们继续讲 之前想说现场有很多的老师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我觉得我们用这样对话的部分 应该会非常的精彩 有谁想要问问题要不要举手 大家 真正好 因为我不能说国务 很多人来跟他碰到我 很感恩 现在在说爱营这本岁 本来没有人这本岁 他第一次就带给我了 我拿起来看 我厉害的 因为我日本高务 要叫我说国务 我是没法度 所以我看一看 对好像看得很欢喜 所以那本岁我今年九十二岁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公职 你看很多 所以我 差不多八九月了 你拿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 我的生意就是 他就拿给我 开始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我总是每天都看 每天都看 我有每天都一直看 一直看 现在看一半 所以他现在在说的 我都很了解 更了解 这样就对了 我心想来自己儿子 抱歉 我说 我老师才会这么厉害 对不起 我自己儿子 所以我感觉 虽然我不能力 我不能高务 但是 我有特别的 所以 看着我是怎么看 有的 看不出来的 病 所以我看去哪边 看去哪边 所以 我已经 她的一半 我都差不多 差不多 都能让人了解 这样 很开心 这样 她 做整个我都看 我是不说而已 谢谢 谢谢大家 来 谢谢王妈妈 来 我想感谢我的妈妈 其实因为我的外祖母起敌 我的外祖母又是我妈妈的妈妈 所以这也算是一种回馈 感谢大家 实际上 我们一直在觉得 好像写书的人 或是有思维的人 藉由这样媒体的传播 希望能传达是一种好的理念 不敢想是一个正念 但是是一个好的理念 这种书的一个诞生 是人类最有趣的一个文明的一个精华 那代表一个人的所见所闻 或是代表像一群人的所见所闻 但是 一旦印刷成功出来的时候 就希望有人来看她 有人来看她的时候 不管你结局里面的任何的观点 变成你自己的观点 或是你对里面有个质疑 形成另外的一个质疑 这就是在这种知识上面的一个汉埃里面 最原始的一个作为 那这个作为之间也就是一个踏脚石 大家往上面一直走 那所以对于一个出版者来讲的时候 我觉得出书 我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 但是在这段时间来讲 台湾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 我们的出书的量 大家的阅读量一直降低 那所以我可能到这边来讲 可能要跟大家谈到一个阅读 是一个思维的一件事情 我想在座 我们都是 过去我们的知识的累积 大概有绝大半以上 都是靠阅读而来的 那这阅读而来的一个思维 我一直希望大家尽量去讲 因为我觉得 好像我引德国人来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一个家里没有书 就要有一个房子 没有一个窗户 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书来代表窗户 来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看别人是看到了什么事情 那这个一本的书的一个阅读 就是一个最佳的好处 是人类社会里面能回过来 你要寻朝一个孤独 寻朝一个自省 寻朝一个内观 寻朝一个跟作者 直接在心灵上的一个交通 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媒体 尤其大家在滑手机之余 握一个纸本书 这个是一个最好来跟自己的脑袋 跟作者脑袋做互动的时候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人 一直在求自己进步的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媒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麻烦在座老师里面多读一点 也要谢谢大家 谢谢秦 其实确实 阅读是通完世界最短的距离 没有办法比通完世界更短的距离 其实真的是阅读 那人类其实是因为 除了说我们有穿化的能力 有咳嗽的能力以外 我们最重要就是有语言沟通的能力 还有读写的能力 因为读写你才能够去累积你的传承 你的经验跟知识跟智慧 那事实上很多科学论文都是一代一代累积下来 因为我们这一代不可能重新来过 因为又开始阅读 然后去累积很多我们前辈先人的一个成果 所以其实阅读确实是一个文明国家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今天其实也会觉得说 写诗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理性的行为 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 是要合理化我自己的行为而已 所以各位如果说我们多多来分享 可能我们一起 我们对台湾的一些期待 那其实就能够合理我的行为 我比他多的一个行为 自己写 自己编 还要自己卖 还要自己讲 但是这个过程之间你就晓得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微弱的一个产业 它中间没有任何的利润 利润也很低 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样的事情实际上 传递一个知识之火 这个知识的火花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刚才回过来讲 这个是知识分子的一个 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要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以一个出版者来讲 我们真的是再三的 谢谢这个校长 这么忙之间 还要到处去做那个 文章或文章 但是我觉得这个某方面 对他自己也是很好 因为他这次借了这本书 妈妈也出现了 儿子也出现了 老婆也出现了 大家都来感谢他 都说他真聪明 我想他这辈子 刚好有三代来讲他聪明 所以我想这个事 我觉得意外知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所以实际上回过头来 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再生要对校长 他在这个百忙之中 把他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传递出来 用这么古老的一个媒体 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事情 就是知识分子 对社会的一个期许 对自身的一个责任的 一个在实现 分享好书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 任何人拿到那本书 他打开一句话 影响他可能也是一辈子 所以分享也很重要 那今天再度非常的感恩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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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传途